第897章 四大火源 吉尔加美时 起初 上官兰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23年前 她从战火中捡起幸存的女婴 一直把这个义女当成工具人来豢养 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她是什么时候从对上官前产生母爱的 或许是从肖心雨的出现开始 尤其是经过地下城之战 纵使她的记忆 以及和肖心雨之间的血缘羁绊又一次被斩断 但她潜意识里 已经已具备了做好一个母亲的所有品格 这是逆零剑无法斩断的东西 今时今日 她不记得肖心雨是自己的儿子 她只好把本该倾泻在肖心雨身上的母爱 给了自己的女儿上官前 无尽沙漠 血月高挂 在龙之呼吸的加持下 上官兰伸出覆盖龙铃的手 掐住尤利安的脖梗 你早该死了 上官兰只见发力 欲要抹杀尤利安 尤利安感受到死亡降临的恐惧 出于求生本能 唇角溢出的鲜血 变成了纯粹的白色 白色的血液 永恒之血 上官兰感到诧异 走神的一刹那 让尤利安获得反击的机会 尤利安疯狂献祭自己体内的鲜血 唇角撇开癫狂的弧度 骤然间 一根粗壮的岩柱突破地表 不断生长膨胀 欲要捅破昏暗寂寥的苍穹 创生之助 上官兰念对了 这是雪国御兽帝欧利克斯的御兽之一 上官兰念错了 他真正的名字是龙族质宝 断龙旨 在这个世界上 龙族质宝数量难测 不知道对应着多少只龙王 有趣的是 某些龙族质宝 竟然具有克制龙族的能力 比如神龙所 它可以压制万物的进化上限 包括压制龙的等级 甚至导致地球之内无法出现完整体的龙 再比如断龙指 它可以切断育龙师与龙的联系 限制龙之力的使用 龙族质宝 克制龙族 这种自己克制自己的力量 为何而诞生 与神龙所和断龙指呼应的第三件龙族质宝 又在何处 浩渺的夜空与荒雾的大漠之间 翻卷着巨大的漩涡 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漩涡中心 处立一根贯穿天地的岩石之柱 仿佛是从山海经中搬出来的布州山 创生之柱 释放出神奇的力量波动 笼罩整片无尽沙漠 龙之呼吸失效 力量共享失效 上官兰身上的龙铃纷纷退去 燃烧的龙铜赫然熄灭 荒谷黄龙无法配合上官兰战斗 主仆之间的血气羁绊 就像被无形的剑斩断 暂时不能重连 流光一闪 荒谷黄龙钻回上官兰的御兽文章 尤立安煽动磨焰肉意 凌驾高空之上 脚踩血腥闪电 俯瞰无法御龙的上官兰 上官兰 你一个御龙师 无法御龙 这种感受很憋屈吧 上官兰的眼里 波澜不惊 冷漠的视线锁定尤立安 血国境内 只有两人拥有永恒之血 一个是血国御兽帝欧利克斯 另一个是血国祭祀圣女爱玲 原来如此 尤立安 你藏得很深 改名唤性 苟且投生到了今天 爱玲脸上的皮肤和筋肉 产生严重的禁卵 额头不满扯皱 为了复兴巫族 我可以一直忍下去 为了杀掉你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尤立安不断消耗自身的永恒之血 这是驱使创生之助的唯一能源 理论上讲 创生之助是欧利克斯的御兽 但这只御兽不靠血气操控 而是靠永恒之血操控 所以 尤立安也能驾驭创生之助 沙漠中央 上官兰站在创生之助的底端 风吹睡群 月下映沉曼妙的剪影 澎湃如同滔天巨浪的灵力 瞬间涌动 麒麟纹身覆盖胸口手臂 以及半张绝美的侧颜 So 上官兰的身影 好似一道黑色闪电 攀爬创生之助 随即凌空一跃 右手握拳 麒麟之力沐浴全身 他的背后 浮现一座巨大神秘的黑洞 名副叶麒麟从中飞出 发出震天咆哮 二十三年前的那一天 我无虚龙之力 便能灭你巫族 二十三年后的今天 我一样可以做到 这个女人太强了 即使抛开御龙师的身份 她的实力 依旧是御兽地级别 凭借麒麟之力 上官兰挥出一拳 足以轰杀巫族惨党尤立安 此刻 尤立安感觉自己无路可逃 他无法躲开上官兰这一拳 可恶 摩尔提亚那家伙 该不会耍我吧 从头到尾 尤立安走的每一步棋 都是雪国大军师摩尔提亚 为他提供的妙计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刻 夜空中风云角洞 降落七十二道黑色光柱 每一道光柱 上面镌刻着邪恶的图腾骤印 散发无穷无尽的魔器波纹 整整七十二道光柱 将无尽沙漠包围 形成一座斗兽场般的领域之力 这股气息 霍原济扁 吉尔加美食 上官兰面色一尘 不速之客地登场 超脱他的预料范畴 滚滚尘埃 卷起魔兽的嘶吼 一个身上背着巨大轮盘的怪物 伸出粗糙漆黑的手臂 锋利的魔爪 直接捏住上官兰的拳头 他的身躯就像巨人系魔兽 头发就是一团紫色的邪火 双腿毅力虚空 周围盘旋着天雷烽火四大元素 这就是尼德霍格麾下最强的四大汉将之一 也是四大火源之中最阴险的一位 吉尔加美食 两年过去了 人类在变强 魔兽亦是如此 四大火源的战力 理论上就是四地的战力 但如果单独拉出来一对一单挑 四大火源没有一个是上官兰的对手 可是现在的上官兰 被断龙指死死限制 无法使用荒谷黄龙和龙之呼吸 尤利安愣神过后 发出狂妄的大笑 上官兰 今夜 就是你的死期 此时的尤利安没有理智 他甚至忘了思考 大军师 摩尔提亚 凭什么能够请来四大火源之一 吉尔加美食手腕震荡 释放庞大的魔器波纹 上官兰难以抵挡 渺小的身姿倒飞出去 从高空坠落 在沙漠中心 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当上官兰重新站起 睡群残破 泄露的春光 只能依靠麒麟纹身来遮挡 尤利安气喘吁吁 他需要不断消耗永恒之血 才能维持断龙指对上官兰的压制 只要上官兰无法动用龙的力量 那这一战赢的 就是吉尔加美食 吉尔加美食缓缓降落 他站在创生支柱的下方 感觉满满的安全感 不再忌惮眼前这位龙国女帝 龙国女帝 你的生命到此为止了 吉尔加美食兴奋极了 他如果能拿着上官兰的人头 回到尼德霍格面前赴命 那他将会获得至高奖赏 第898章 龙国女帝联手永夜君王 巫族和魔兽之间也是敌对关系 但在此刻 尤利安和吉尔加美食无需交流 便确立了临时合作关系 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两者合作的唯一目标 就是击杀上官兰 风吹沙舞 上官兰的脸色略显苍白 他穿着白色的睡衣 使得胸口扩散的血字更加明显 就像一朵绽放的午夜玫瑰 本该闭关休养的他 因为战斗而撕裂伤口 断龙指的压制 吉尔加美食释放的72神柱领域 上官兰自己救伤复发 不得否认 这个夜晚满足了 坑杀上官兰的天时地利人和 吉尔加美食两眼放光 他无比激动和兴奋 仿佛看到了最大的功绩勋章 正在朝着自己招手 杀了上官兰 他将会成为四大货源之首 在魔兽大本营里 获得仅次于尼德霍格的身份地位 龙国女帝 我倒看看 无法遇龙的你 如何与我抗衡 吉尔加美食的掌心 探出一根漆黑的箭矢 暗含浓郁的魔器 瞬间锁定上官兰的心脏 咻 箭矢脱离掌心 暴射而出 沿途席卷的魔器锋刃 在沙漠上 划出一道裂骨般的地笼沟壑 四大货源的等级 都达到了尖心体 三阶 这也是团战 可以与四地匹敌的原因 上官兰刚要催动灵力 胸口的伤势又一次加重 这次的出血量 使得残破的白色睡裙 彻底变成一件湿润的血液 他的胸口 有一道无法愈合的剑痕 地下城之战 他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亲手将逆龄剑 捅入自己的胸口 记忆可以遗憾 但痛感不会 时至今日 上官兰的伤口每次发作 都会痛不欲生 浩荡的魔器波纹 仿佛巨像画一般 犹如死神挥舞镰刀 剑矢距离上官兰的胸口 只剩不足一米 一道黑影掠过 萧星宇召唤 亡灵之书 书也翻飞 字里行间 释放无数亡灵锋刃 扭曲空间 肆意切割 将魔器剑矢脚的粉碎 永夜君王 降临萧星宇及时赶到 这让旧伤复发的 上官兰喘云气息 你怎么在这里 上官兰感到意外 萧星宇切换 沧桑低沉的嗓音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们要联手对付 吉尔加美食 创生之柱的顶端 尤利安目露凶光 声音里充满怨毒 永夜君王 又是你 萧星宇抬起头 魔神之眼亮起星红金芒 认真审视 这根通天彻底的创生之柱 这不是欧里克斯的御兽吗 他的形状 龙的手指 萧星宇的脑海里 冷不丁响起系统提示音 丁 触发特殊任务 获得龙族质宝 断龙指 任务奖励 一枚龙骨升级金石 骷髅面具之下 萧星宇的表情 可以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来形容 原来他真正的名字 是龙族的质宝之一 断龙指 断龙指 跟神龙所有着一定的联系 都具有限制龙族的能力 看来这是对应 同一个龙王的神器套戏 走到今天 萧星宇见识到的龙族质宝有很多 但总是凑不齐一个套戏 逆龙剑 龙王须 龙之类 对应中焉龙王 如今逆龙剑和龙之类 在失踪的萧烈焰身上 龙王须在上官蓝手里 龙吸血 冰冰剑 苍气静 对应某位未知的龙王 因为冰冰剑落入尼德霍格手里 萧星宇还是没有凑齐三件套 神龙锁 断龙指 再加上另外一件未知的神器 又对应另外一位未知的龙王 萧星宇一时半会 肯定也凑不齐 但在当下 萧星宇想不了那么多 他必须和上官蓝联手 解决这次危机 吉尔加美时 迷起紫宝石一般璀璨的眼睛 视线落在萧星宇的身上 燕蒙 永夜君王 真是有趣的夜晚 你们两位御龙师凑在一起 是打算一起合葬吗 吉尔加美时语气轻浮 姿态嚣张 这都是断龙指给他的自信 尤利安持续献祭自己的永恒之血 创生支柱释放的特殊力量 无视任何法则 压制在场的两位御龙师 上官蓝无法召唤黄谷黄龙 萧星宇也无法召唤黄谷骤龙 和清顶圣龙 这两位人族大佬的战礼 惨遭大削 永夜君王 你来插手我的事 你有足够的能耐吗 龙国女帝 你看不起我 如果我不出手 你独自面对吉尔加美时 不死也会退层皮 我们都无法召唤龙兽 所以你来陪我一起退层皮 我来帮你 你有必要阴阳怪气吗 那你先说 你妈是谁 是不是萧烈焰包养的小三 上官蓝 你有病吧 大战在即 两个欢喜冤家 竟然吵了起来 两人之间的关系 谈不上朋友 也不是敌人 反而十分微妙 即使燕盟和龙国早就结盟了 但上官蓝心里 对永夜君王这个人 一直有所介怀 毕竟 永夜君王的形式风格 战斗方式 尤其是御龙技巧 跟萧烈焰有太多神色了 这导致上官蓝总是怀疑 永夜君王是萧烈焰 和其他女人的私生子 吉尔加美食歪了歪头 目光里透着嗜血的欲望 我可没兴趣看你们两个吵架 我只知道 把你们两人的尸体 带回魔王库 尼德霍格大人 一定会龙颜大悦 魔气涌动 神力迸发 吉尔加美食仰天长啸 立于战场边缘的 72根黑色光柱 剧烈震动 下一秒 这些光柱里 冲出乌泱泱的黑影 每一具黑影 都是兽神体 三阶 级别的魔兽 他们体态各异 凶神恶煞 属性从烽火雷电的自然系 囊括到兽人系 超能力系 悦念系 他们拥有千奇百怪的强大兽能 具备恐怖的攻击器官和防御护甲 这就是吉尔加美食的霍元天赋 无限神徒 每一只霍元 都有各自的霍元天赋 相当于兽能 吉尔加美食的霍元天赋 堪称团战神器 只因无限神徒 一经释放 72神柱 就会源源不断制造 兽神体巅峰的魔兽信徒 为吉尔加美食所驱使 同时 这些兽神体魔兽 他们的形态 也会随着吉尔加美食的操控而改变 变成蕴含强大魔器波纹的神兵力气 沙漠深坑 无法御龙的龙国女帝和永夜君王 迎来一场逆风挑战 第899章 蓝童合体 你怎么玩 72神柱领域 覆盖整座无尽沙漠 厚重的魔器波纹猛烈激荡 战场之上天昏地暗 创生之柱屹立不倒 死死压制两位御龙士的龙之力波动 吉尔加美食一脸享受 他高举双臂 藤万样的尾巴随风摇曳 满眼都是对胜利的渴望 霍原 神器星盘 地面上 乌泱泱的兽神体魔兽 凌空飞起 他们饱含愤怒和杀意 化作不同属性颜色的流光 盘旋飞舞 最后绕到吉尔加美食的身后 此刻 吉尔加美食的身后 仿佛繁星点点 星罗旗步 每一缕圆环形状的星光 都变成一柄锋利的神器 镰刀 长剑 枪矛 剑矢 锁链 战斧 每一只兽神体魔兽 都是任由吉尔加美食 自意操控的橡皮泥 他的双手 可以将这些魔兽 随心所欲 捏成不同形状的神器 每一只神器 都蕴含强大的兽能 周围缠绕灵力的魔器锋刃 吉尔加美食勾了勾手指 厉鬼一样可不得脸庞 流露一抹灭世的笑意 在他看来 无法召唤龙的御龙师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嗖嗖嗖 吉尔加美食一年操控 万千神器喷涌发射 仿佛在战场上 召唤了一场浩大恢弘的流星雨 刚才还在吵架的龙国女帝 和永夜君王 互对的声音戛然而止 龙国女帝 亡灵之书 你应该熟悉吧 嗯 好 那就开始吧 萧星雨双手合十 成为自己的神 体内的亡灵之力 汹涌喷勃 没有灰烬诅咒的束缚 他对于亡灵法则的掌控 如鱼得水 亡灵解禁 萧星雨低声怒吼 灰色的亡灵之火 从四面八方涌来 簇拥在他的身后 凝聚成一尊高大的神像虚影 吉尔加美食明显一愣 他凝望这尊神像虚影 感到熟悉而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这尊神像的容貌 与龙国女帝上官兰一模一样 陌生是因为神像的眼神 表情以及气质 与上官兰完全不同 毫无疑问 这是世界第一亡灵预售诗 上官兰的神像虚影 上官兰抬眸 看着这一切 眼底溢出深沉 而又酸楚的思念 萧星雨手蝴翻飞 嘴里吟唱的亡灵法咒 越来越复杂 上官兰的神像虚影 逐渐压缩 直至与上官兰重叠融合 当上官兰再次睁开眼睛 瞳孔变成灰色 包括他的长发 麒麟纹身遮不住的春光 由熊熊燃烧的亡灵之火来掩饰 起码在这一刻 姐妹二人完成灵魂层面上的合体 童 你的气息让我久违了 上官兰眼眶失红 他似乎可以感觉到 妹妹就站在自己身后 妹妹的下巴 就抵在自己的肩膀上 和小时候的撒娇如出一辙 兰 接着 永夜君王的声音赫然传来 这次他懒得喊龙国女帝 而是以战友的身份 直呼其名 兰 上官兰抬起右手 接住飞旋而来的亡灵之书 旷浪顶飞的亡灵之力涌入手臂 上官兰重新召唤冥府叶麒麟 同时将亡灵之书塞进他的嘴里 随着亡灵之火的燃烧 麒麟身上的血肉全部融化 只剩下一具庞大的骨架 天空之上 血月消失 被一颗黑色的太阳取而代之 在上官兰的操作下 是神体 三阶 本名府叶麒麟 变异进化 近身兼星体 三阶 亡灵形态 一日末麒麟 天地之间 灰色的亡灵之火 融合麒麟之力 呈现出一幅水墨化菌的色调 一日末麒麒麟嘴角溢出的火焰 看起来就像水流一样 柔顺绵软 但威力却提升到下一个阶级 力量共享开启 麒麟纹身覆盖双臂 上官兰腾空而起 唇齿缝隙气流呼啸 腰腹发力 手臂抱起青筋 挥出迅雷不及掩耳的铁拳 纵敌万般强 一拳破万法 这个世界上 人足范围内 只有上官兰的血肉之躯 能够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权益 一拳挥出 使得世界黯然失色 压迫任何敌人的灵魂与心脏 砰砰砰 爆炸声不绝于耳 上官兰的铁拳如入化镜 无坚不摧 一柄柄瘦神体级别的魔纹神器 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 当他们气势汹汹 与拳风撞击的刹那 便十分舌断 随即化为乌有不可能 他无法召唤龙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一定是幻觉 上官兰 我要开始认真了 吉尔加美食惊慌过后 立即调整心态 他疯狂催动更庞大的魔器 从七十二神柱中 召唤更多兽神体信徒 这些信徒不惧死亡 化作数不胜数的魔纹神器 悬浮半空 吉尔加美食一声令下 万千神器好似流星坠落 瞬间将上官兰的肉身之躯 淹没吞噬在魔器缭绕的心灰大海深处 无知的人类 哼 吉尔加美食抹去额头的汗水 长舒一口气 但脸上恢复的自信 持续不足三秒 便被引发灵魂战力的恐惧所取代 心灰大海 骤然破碎 万千神器 湮灭溃溃散 上官兰凌空飞舞的身影 威风凛凛 霸气晴天 一双珍珠般白皙的狱卒 接连踩踏销星雨 一手缔造的白骨阶梯 扶摇升空 他朝着吉尔加美食奔袭而来 这是极具侵略性的跑步姿势 他 他 好快 神器 神器 神器集结啊 瞬息之间 上官兰右手握拳 凸脸吉尔加美食 这个女人 吉尔加美食惊慌失措 他本能调动浩瀚的魔器 将上千只兽神体魔兽 转换成一排厚重的神器护盾 不 还不够 盾还不够 他这一拳似乎有些恐怖 吉尔加美食 害怕极了 他手忙脚乱 源源不断创造神器护盾 一层又一层叠加在自己的面前 为自己增加微弱的安全感 现在知道防御了 你防得住吗 上官兰冰冷无情的声音 重创吉尔加美食的心神 腰腹收紧 核心发力 看似纤细的手臂 挥出大道质简的一拳 哄 叠加超过三千层的神器护盾 同一时间碎裂瓦解 不堪一击 上官兰附加麒麟纹身的铁拳 狠狠捶在吉尔加美食的脸上 这一拳 威震天地 震荡星河 摧毁敌人的一切防御 这一拳 一个人挥出了两层截然不同的权益 这一拳 上官兰的背后 是上官童的残影 第九百章 萧星宇的操作 净灵游戏 咔 拳骨粉碎 咔咔 面颊凹陷 咔咔咔 鼻梁歪斜 獠牙崩脱 眼球撕裂 上官兰一拳破万法 麒麟神力催枯震朽 极致暴力的铁拳输出 裹鞋拔钱之后之势 将不可一世的吉尔加美食 一夜打回解放前 So 吉尔加美食的残躯 就像坠落的陨石 大力撞击毅力战场中央的 创生之柱 爆炸过后 掀起滚滚狼烟 当他以狼狈的姿态 从沙尘漩涡里爬出来 整张脸已经血肉模糊 呈现一个深深凹陷的权硬 碎裂的眼珠搭拉着 随风摇曳 可还可 吉尔加美食捂着胸口咳血 急忙调动磅礴的魔器 不知道陷进了多少兽神体信徒 才让自己的伤势有所修复 修复后的脸 五官依旧扭曲 藏在皮肤血肉之下的神经 隐隐作痛 龙国女帝 惊艳 你我不死不休 疼痛会让人类肾上限速飙升 吉尔激发潜能 爆发远超常规的力量 同理 极致的疼痛 也会唤醒魔兽的嗜血欲望 吉尔加美食眼里的恐惧 开始疯狂燃烧 转化为澎湃的怒气 霍原觉醒 天魔缭乱 吉尔加美食虚空而立 张开双臂 身后的尾巴 瞬间产生成千上万条 带有经济倒勾的分支 七十二神助力冲出的兽神大军 瞬间被这些尾巴 分支贯穿胸口 随后掀起一连串的爆炸 一时之间 战场之上血雾弥漫 缭绕如云 上官兰的身姿淹没其中 呼 呼 接下来 上官兰的每一次呼吸 都会增加一分沉重感和顿挫感 使用霍原觉醒之力的吉尔加美食 将所召唤的全部兽神体魔兽 转化为融入每一寸空气的霍原因子 上官兰只要呼吸 就会不自觉地吸入这些霍原因子 他的身体变得沉重 他的挥拳变得笨拙 他的移动变得缓慢 就连他那御兽地级别的反应力 也出现异常的延迟 碰 血雾之中 上官兰勉强挥出一拳 与吉尔加美食那宛如千斤巨石的拳头 轰然对撞 这一拳 上官兰没有讨到便宜 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沉重 吉尔加美食居高临下 龙国女帝 你是在喘吗 真是优美动听的旋律 你的力量似乎变弱了呀 你怎么不用龙之呼吸呢 你怎么不用龙灵覆盖全身呢 吉尔加美食此刻的狂妄 依旧是创生之助带给他的勇气和自信 关于龙的力量 上官兰无法使用一心半点 龙之呼吸可以净化空气里的霍原因子 龙灵覆盖可以将霍原因子隔绝在皮肤之外 这个夜晚被创生之助压制的上官兰 失去了对阵四大霍原的最强底牌 如果尤利安不犯见 吉尔加美食甚至扛不住上官兰的一记龙皇拳 事已至此 抱怨无用 龙国女帝 我要让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彻底毁容 吉尔加美食停止凝笑 怒火蔓延至另一条粗壮坚硬的手臂 魔气涌动 数不清的兽神体魔兽 凝聚成带有巨齿的拳套神器 包裹他的拳头 死 吉尔加美食怒吼冲天 猛地挥拳 魔气波纹蔓延千里 掀起一座座恨天高的沙漠风暴 上官兰咬紧牙关 再次挥拳 这一次 他的身体变得更加笨重 挥拳的角度和力度 出现重大失误麒麟纹身 终究比不上龙龄防御 大量霍原英子 就像疯了一般 钻入上官兰的每一个毛孔 随着他的呼吸 入侵他的心肺 碰 这一拳对轰 上官兰坠落大地 砸出一座四分五裂的沙漠盆地 他的唇角往外建设一抹精血 染红滚烫的沙力 战场角落 开启魔神之眼的萧星宇 召唤灾恶吞天蟒 美杜莎 经过刚才的观测 萧星宇已经找到 对付吉尔加美食的办法 力量共享开启 萧星宇的双臂 覆盖一层漆黑的蛇灵 魔神之眼转化灾恶蛇童 闪烁璀璨的红光 引来雷火交织的厄运天灾 沙沙 狱主 血气燃烧 人寿合一 美杜莎化作一缕光辉 注入萧星宇的体内 同时 萧星宇的脚下 生成巨蟒盘根形状的图腾光环 在黑暗中不停忽闪 这就是星九星御寿师特有的力量 斩神三剑套之一 灵魂图腾 力量共享加灵魂图腾 美杜莎完美融入萧星宇的身体 不分彼此 狱主 切身好喜欢与您融合的感觉 嗨嗨 莎莎 你控制一下 冷静 切身实在无法冷静 切身无比享受与您的灵魂 零距离接触的感觉 以后如果能像小狐狸那样 和您负距离 打住 我求你别说了 骷髅面具之下 萧星宇面色战红 嘴角直抽抽 此刻 吉尔加美食从天而降 朝着倒地的上官兰 缓缓走来 她的步伐优雅从容 还特意用魔爪 撩动火焰一样 灼烧的紫色长发 只为在这位龙国女帝面前装上一把 弱小的人类 没有龙之力 根本不配于我匹敌 龙国女帝 接下来 我会割掉你的脑袋 吉尔加美食手里 浮现一柄锋利的魔剑 对他而言 魔纹神器张手就来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亡灵程序夹在 静灵游戏 萧星宇的声音 穿透战场 舌头一闪 沙漠化作一面巨大的蛇纹明镜 噼里啪啦 镜面瞬间破碎 上官兰坠入镜像空间 吉尔加美食为之恍惚 眼看着破碎的镜面瞬间愈合 龙国女帝 你逃不掉的 咔咔咔 镜面再次滋生裂纹 一路蔓延至吉尔加美食的脚下 这 这是 碰 镜面破碎 上官兰骤然冲出 饱含麒麟神力的拳头 轰击吉尔加美食的面门 这一拳 再次打碎吉尔加美食的五官和自信 哗啦 抽搐的残躯贴地滑行千米 吉尔加美食艰难爬起 还未反应过来 呼啸而来的拳风 已经将脸上的伤口刮得生疼 碰 碰碰 碰碰碰 上官兰挥拳的速度越来越快 犹如暴雨梨花一般稠密 吉尔加美食连一拳都防不住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笨重的巨型沙袋 成为上官兰的练拳器材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货源英子 对他无效了 此刻 镜面之下 上官兰的本体和肖星宇的本体 并肩而立 肖星宇透过镜面 就像在全息投影的大屏幕上 观看游戏比赛 顶级玩家 上官兰本体 游戏角色 上官兰镜像 金牌程序员 肖星宇 镜像形态的上官兰 不需要呼吸 不是活物 霍元之力无法入侵 兰 用麒麟霸王肘 唉 你不该这么打呀 操作太粗糙了 触发不了连击效果 观战中 总是避避的肖星宇 引来上官兰的怒势 你行李上啊 我 我不行 你打还是我打 你打 你打吗 我观战 希希 不不不 别用这招 就你这操作 也算御兽地 玩家上官兰 以红温 这两人真在玩游戏 吉尔加美食那是真来走 第901章 永夜君王 你再叫我做事 有一说一 这招不合理 打这玩意 别用麒麟崩拳啊 伤害低 暴击还不足 刚才漏掉的一拳 失误了 没想到 御兽地也会失误呢 那我也能当御兽地 镜面之下 上官兰面露蕴色 肖星宇在一旁喋喋不休 换成任何一个御兽地 都忍不了 永夜君王 你再叫我做事 肖星宇感到一股 蓝 别生气 因为静灵游戏 只能维持30秒 我要确保你在30秒内 打爆吉尔加美食的 货源形态 刚才的言语 多有得罪 30秒结束 镜面碎裂 上官兰的镜像 回出最后一拳 击中吉尔加美食的心窝 加上这一拳的攻击值 累计伤害 刚好打碎 吉尔加美食的货源形态 空气里血无散去 货源因子湮灭于无形 失去货源形态的吉尔加美食 身负重伤 满眼蓄满怨恨和恐惧 萧星宇和上官兰的本体 回归现实世界 两人同时做了一次深呼吸 没有货源因子入侵心肺 两人的身体状态重回巅峰 呼吸顺畅 身体也变得轻盈 这一刻 上官兰气消了大半 永夜君王在过去的30秒内 用言语刺激惹怒他 从而让他的镜像 打出更多蕴含愤怒的暴击 否则 30秒内 不带怒气值的上官兰 不一定可以打碎敌方的货源形态 吉尔加美食从流沙中艰难爬起 遍体鳞伤 不知道挨了上官兰多少拳 这得窥视货源级别的魔兽 但凡换成三恶神之流 早就被上官兰的铁拳碾成粉末了 趁此间隙 萧星宇用魔神之眼 测算吉尔加美食的防御抗性和自愈数值 如此看来 四大货源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愧是尼德霍格麾下最强的四元大将 如果不是和这个强的不像人类的女人联手 我独自一人 在无法御荣的情况下 单挑这家伙 胜算并不高 这一战 让萧星宇对四大货源有了直观的认识 也因此留了一个心眼 吉尔加美食真的不弱 只是遇上了数值怪 上官兰和算法之神 永夜君王 上官兰的暴力输出 他扛不住 永夜君王的天秀操作 让他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龙国女帝 永夜君王 这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 吉尔加美食不屈不挠 血丝纵横的眼珠剧烈震动 浑身上下的毛孔 喷射暴怒蒸气 黑铁一般冷峻的脸庞 呈现汹涌如潮的战斗意志 作为四大货源之一 吉尔加美食 极其在乎自己的尊严和脸面 这次面对两位无法御荣的御荣师 如果打输了 那他这张老脸 就在魔兽圈丢尽了 蓝 要小心了 他打算拼死一战 接下来会开启本体形态 萧星宇化音落地的瞬间 吉尔加美食抬起魔爪 撕裂自己的胸口 鲜血飞溅 魔鹰嘶吼 粘稠腥臭的血液 宛如凌空穿梭的一条条血河 72条血河 同时注入插在领域边缘的72神柱 地心震荡 引发空间错乱 无形的手 似乎要将整片沙漠倾覆 吉尔加美食开启本体形态 他的身躯产生爆炸式的膨胀 肌肉和骨骼的野蛮生长 冲破皮肤的束缚 萧星宇抬头看去 只见一尊头颅插入云霄的巨型魔物 降临战场 他的背后 除了背负着酷似魔兽胎盘的巨大齿轮 还长出无数骨骼利刃和尾翼腾腕 粗壮如神术的手臂 微微抬起 引来雷霆万军 每一道闪电经过魔器的污染 就像漆黑的毒蛇一样张开嘴巴 朝着上官兰撕咬而来 你刚才有一句话 不是开玩笑的吧 买一句 你说你也能当御兽地 萧星宇保持沉默 上官兰催动灵力 一日末麒麟出现在他的身边 发出蓄力的嘀吼 接下来我会让你见识到 你距离御兽地 还有很远的距离 咻 上官兰和一日末麒麒麟 同时原地消失 等萧星宇反应过来 一日末麒麒麒麟高高跃起 脚踏降云 直奔泪光大作的云霄深处 上官兰身姿飒爽 毅立麒麒麟头顶 单手握拳 麒麟纹身缠绕手腕 厚重的云丛里 电光闪烁 拳风浩荡 麒麟的怒吼 与魔兽的哀嚎 编织纠葛 打响决战的协奏曲 魔神之眼微微发烫 萧星宇抬头仰望 他可以清楚看到 上官兰与一日末麒麒麟 联合作战 能够打出多么恐怖 输出伤害 上官兰 我距离御兽地 真的很远吗 不 我只是距离你很远罢了 萧星宇心里清楚 御兽地不过是一个 称号上官兰的实力 用御兽地这个称号来评判 骑士是一种谦虚 莎莎 我们也上 御主 切身准备好了 萧星宇手腕发力 掌心浮现破镜指刃 舌头亮起璀璨的幽光 开启杀神领域 哒哒哒 萧星宇脚踏白骨阶梯 拔地而起 婆罗三世 杀神破镜斩 龙国女帝与永夜君王强强联手 在没有过多交流的情况下 打出默契完美的配合 上官兰的余光 落在永夜君王的身上 这家伙 太像那个男人了 即使无法御龙 他的战斗思路 包括下意识的微动作 难怪 我和他第一次配合 能打出如此默契 永夜君王的战场表现 让上官兰几度失神 回忆起年轻时代 与萧烈焰联手战斗的画面 战斗进入白热化 本体形态的吉尔加美食 展现出货源级别 该有的超长血条和抗击打能力 无法使用龙之力的两位御龙师 确实遭受太大的限制 这一战极其激烈 打得天地无光 星月避让 你们这些人类 蝼蚁一般的下等物种 去死吧 吉尔加美食怒火充盈 他释放大量魔器 操控地心引力 72根魔纹神柱脱离地面 融为一体 化作一根定海神针般的魔器骨棒 这是吉尔加美食 能够召唤的最强魔纹神器 天魔血骨 他双臂抱住天魔血骨 猛烈挥舞 上官兰和萧新宇的身影 在魔器冲击波的震荡下 倒飞出去 这时 萧新宇的余光 正好落在矗立不倒的创生之柱上 断龙指 第902章 萧新宇的龙王须 龙须万象 一股寒潮 钻进萧新宇的灵魂 背后传来吉尔加美食的怒音 永夜君王 你可以改名为 永别君王了 吉尔加美食不是蟒夫 战斗至此 他已深知永夜君王的威胁 正是因为有永夜君王打辅助 上官兰才能打出如此恐怖的伤害 先杀永夜君王 这是吉尔加美食后之后绝的策略 他高举魔爪 挥舞融合72神柱的天魔血骨 一棒敲碎萧新宇周围的空间 咔嚓 冰冷且令人窒息的魔气涟漪 围绕萧新宇 形成一座不断坍缩的深渊漩涡 空间裂缝产生强大的吸力 萧新宇的身体凌驾半空 无法控制 在魔气风暴的吹拂下 坠入永无止境的天魔深渊 下坠的过程中 萧新宇掀起一阵头脑风暴 强大的理智盖过短暂的惊慌 如果我猜得没错 蓝 萧新宇的腰肢 转瞬之间 萧新宇被龙王虚拉回现实世界 有惊无险逃离坍缩塌的天魔深渊 一日莫麒麒麟脚踩降云 立于夜空 上官兰站在麒麟头顶 手里握着龙王虚的一端 龙王虚的另一端 还拴着身影略显狼狈的萧新宇 为什么 上官兰低着头 漂亮的眼睛充满疑惑 创生之柱处立战场 理论上讲 龙族的一切力量都会被限制 萧新宇身上的龙吸血 苍气静 还有神龙锁 都无法正常使用 唯独上官兰手里的龙王虚 完全不受创生之柱的影响 萧新宇心中暗息 我果然没有猜错 中烟龙王 是最强的龙王 事实证明 中烟龙王的三件套 法则优先级高于断龙指 所以 断龙指的压制力 对龙王虚无效 想必对龙之类和逆龄剑也无效 此刻萧新宇并没有意识到 当自己猜出 中烟龙王是最强龙王的时候 他莫名窃喜 莫名骄傲 莫名自豪 然而他并不知道 自己就是中烟的代名词 血色沙漠 龙骨哀哀 龙王激战场 狂风吹动囚牢的门锁和封印 囚牢之中 无所事事的中烟龙王 缓缓睁开龙心铜 他可以感受到 萧新宇此刻的心境 情难自意地撇了撇嘴 哼 这小子 竟然给他爽爆了 现实事件 无尽沙漠 当上官蓝祭出龙王虚的这一刻 这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旷世大战 便已经接近尾声 胜负没有任何悬念 吉尔加美食的攻势 戛然而止 他瞪大的眼珠里 怒火熄灭 波动的瞳孔深处 滋生浓郁的忌惮 龙 龙之力 任何魔兽感应到龙之力波动 都会心惊胆战 血液凝固 这是一种不可修改的血脉压制 萧新宇整顿衣冠 侧目看向上官蓝 他懂他 就像萧烈焰懂他一样 蓝 上官蓝看着萧新宇递过来的破镜指刃 露出诧异的目光 愣神片刻 两人默契拉满 彼此交换 上官蓝的掌心 握住锋利的破镜指刃 微微颤动的剑刃 发出尖锐的蛇鸣 萧新宇的手里 握紧闪耀金灿灿光辉的龙王虚 上官蓝最擅长用剑 逆灵剑本是他的装备 龙王虚本是萧烈焰所有 当两人交换武器的瞬间 上官蓝在永夜君王身上 又看到了萧烈焰的影子 真的 太像了 萧新宇手握龙王虚 低声冷喝 来 我们上 嗯 最后一攻 母子配合 重返巅峰的龙母 与年幼的龙王一起 书写龙族崭新的历史 永夜君王凌真起手 甩出龙王虚 狠狠鞭挞 抽打吉尔加美食的巨人之躯 剧痛触及灵魂 吉尔加美食 发出有辱斯文的惨叫 痛得撕心裂肺 浑身都是皮开肉绽 身可见骨的鞭痕 萧新宇驾驭龙王虚得心应手 这个过程让他心潮澎湃 这是为什么 龙王虚在我手里 会有一种极其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我曾经无数次使用过它 吉尔加美食痛苦哀嚎 满腔愤怒 无处发泄永夜君王 可恶的龙之力 受死 吉尔加美食再次抡起天魔血骨 朝着萧新宇当头棒喝 这是他的权力一击 威震天地 死裂虚空 萧新宇体内爆发一股神奇的龙之力 他甚至没有经过思考 手腕轻轻一抖 甩出的龙王虚幻化千丝万缕 金光纵横 就像漫天珠网 笼罩缠绕吉尔加美食的身躯 此刻的吉尔加美食 就像无法挣脱减方的残宝宝 全身僵直 上官兰目露惊讶 龙虚万象 他竟然会这个 这是龙王虚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连上官兰都不会 此前只有萧烈焰使用过 中烟龙王的三剑套 只要落在萧新宇的手里 萧新宇就会自动解锁使用守则 无师自通 熟练度满疾 蓝 永夜君王的声音 传递到上官兰的脑海 灵力爆发 麒麟神力 犹如万千水流 殊途同归 全部注入破镜指刃 只要是剑 上官兰用起来 就会顺手得多 麒麟怒吼 音波为梯 上官兰脚踩 麒麟音波 瞬息升至高空 霸气的嵌影 与夜空中央的黑色太阳 完美融合 龙王虚散发的龙之力 被上官兰吸入肺里 手腕上滋生几片彩色龙灵 龙之呼吸 开天 上官兰一剑斩出 开天辟地 有那么一瞬间 扭曲抽象的世界 仿佛回到洪荒前夕 入目之处 皆是不可观测的混沌虚无 当月亮重现夜空 深邃厚重的云层 已经被剑气劈成两半 狭长的剑痕 横挂夜幕 久久无法消散 这招能够给大气层 数一个中分的剑招 是肖烈焰的杰作 目前只有他和上官兰精通使用 肖星宇目录兴奋 谋底一出羡慕之色 这一招他学了很久 因为难度极高 目前还未学会 战场中央 吉尔加美食双膝跪地 脑袋从中线裂开 魔气挥发 脑浆和鲜血 就像飞流直下的瀑布 这一剑 带有龙之力的力量 会抑制所有生物的自愈能力 吉尔加美食多次尝试 伤口的血肉反复涌动 终究不能愈合 肖星宇和上官兰同时落地 一个手腕缠绕龙王须 一个指掌亡灵之书 第903章 血国欲授地 送出断龙指 我的生命 头颅开裂的吉尔加美食 明显感到体内的生机疯狂流逝 对此他无能为力 强大的龙之力 让他体内含量极高的自愈因子 彻底失效 就在吉尔加美食即将陨落之际 他的背后 浮现一轮巨大的黑洞漩涡 霍原之力弥漫天地 一道欠力的身影 从黑洞漩涡中走出 他的脚下 绽放无数带写的玫瑰 使得荒芜的沙漠 瞬间变成一片浪漫 而又诡异的花海 这是四大霍原之一 假面女王 塞菲娜 传闻中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从来以面具示人 每天都会根据不同的心情 和不同的战斗需求 佩戴不同属性和表情的面具 队友的出现 让吉尔加美食绝望的眼神 重燃火苗 塞菲娜 闭嘴 愚蠢的家伙 吉尔加美食一点脾气都没有 被队友骂两句 不痛不痒 远比死在这里强 塞菲娜伸出白皙的玉手 为吉尔加美食 佩戴一副黑色的面具 面具之下 开裂的头颅逐渐愈合 吉尔加美食的生机恢复了一些 体内重新产生魔气波纹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走 塞菲娜看得轻局势 如果继续打下去 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这里 龙国女帝和永夜君王联手 这个组合的实力深不可测 就连四大货园里 最擅长偷袭的塞菲娜 都没敢贸然出手 只是带着丢了半条命的队友 火速逃遁 黑洞漩涡关闭 两只货园级别的魔兽 黯然退场 想逃 你没机会了 萧星宇释放龙王须 缠绕尤利安的身躯 扑通 尤利安直挺挺栽倒在沙漠里 他被龙王须五花大绑 躺在地上无法挣脱 就像一条任人宰割的毛毛虫 为了驱使创生之助 压制在场的两位御龙师 尤利安消耗了太多永恒之血 哪怕萧星宇不用龙王须捆绑他 他这残破虚弱的身体 也爬不出这广袤阴暗的无尽沙漠 吉尔加每时逃走了 是因为有队友支援 尤利安是巫族惨党 他截然一身 按理说 没有人会来救他 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停止反抗 毫无血色的脸上 流露出要杀遍杀的表情 上官兰把 《亡灵之书》还给萧星宇 独自走到尤利安的面前 用冰冷的目光俯视 哼 尤利安吐出一口鲜血 发出不屑的哼迹 语气示然 既不如人 你杀了我吧 一切都结束了 我确实不会让你活下去 但在取你性命之前 我要从你嘴里 撬出你这些年隐藏的秘密 所谓的兵灵族 是不是你和你姐姐思家弟 创立的种族 思家弟现在在哪 巫族还有其他残党吗 上官兰的问题 尤利安一个都不想回答 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是他这些年 忍辱负重的痛苦记忆 不说是吧 永夜君王 萧星宇走了过来 瞄懂上官兰的心思 你是想让我用 亡灵毒取 审判他的灵魂 上官兰点头 萧星宇也好奇 尤利安苟且偷生 这23年的经历 就在他要对尤利安 实施亡灵毒取的时刻 一道血影飞驰而来 白色的血物 就像浓烟一样 弥漫扩散 笼罩无尽沙漠 一尊左手撑盾 右手举荐的巨人细御兽 从天而降 产生的冲击波纹 震退萧星宇和上官兰 这只巨人细御兽 没有皮肤和骨骼 全身由无数树根一样 粗壮蜿蜒的白色血管编织而成 甚至没有五官上官兰 宽树战神 萧星宇 欧利克斯 宽树战神 是欧利克斯的御兽之一 等级达到尖心体 二阶 此刻 宽树战神举着盾牌 常见与盾牌交叉 这是格党防御的姿势 意味着他的御主 没有敌意 萧星宇放眼望去 创生之柱下方 一个身披血色黄袍的男人 挡在尤里安的面前 上官兰目露凶光 声音透着杀意 欧利克斯 我们四国刚签署了免战协议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什么意思 面对上官兰的质问 欧利克斯面容颓废 这些年 他活得郁郁寡欢 心力交� 欧利克斯 今夜也该给自己一个解脱了 女帝 我求你 放过她 她是巫族残党 大巫神婆 尤里安 巫族和我们龙国的关系 你应该 我都知道 但在我眼里 她是血国祭祀圣女 爱玲 欧利克斯敢说实话 这让上官兰眼里的杀意 收敛了几分 尤里安倒地不起 在龙王须的束缚下 她咬着牙 声嘶力竭咆哮着 欧利克斯 我不准你再说下去 她是爱玲 也是我妻子玛丽的妹妹 尤里安双目血红 持续怒吼 欧利克斯 欧利克斯双目空洞 事已至此 她已经决定坦白一切 玛丽 就是你口中的巫族残党 斯嘉帝 她在声音二的时候 难产过世了 欧利克斯的每一句话 信息量极大 二十三年前 巫族残党斯嘉帝 和尤里安姐妹两人 逃到龙国的西北边境之外 在一片冰原之上 创立冰林族 起初 姐妹两人内心 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但直到有一天 斯嘉帝遇上了 自己的真命天子 血食自王庭的首领 欧利克斯 两人趣味相投 坠入爱河 渐渐地 斯嘉帝和欧利克斯 走入婚姻殿堂 生儿育女 当她的生活里 充满了爱河阳光 便放下了灭族的仇恨 这对于妹妹尤里安来说 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背叛 斯嘉帝临死前 最后一次 劝尤里安放下仇恨 好好生活 但接下来 姐妹两人不仅阴阳相隔 理念和梦想 也背道而驰 尤里安和斯嘉帝不同 她没有爱人 没有家庭 没有子女 她有的只是仇恨 仇恨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沙漠中央 欧利克斯购楼的身姿 没有一点御寿地的架子 她就像普通人一样 倾诉自己的故事 每每提及妻子斯嘉帝 她的眼眶 都会溢出一滴雪白的热泪 躺在地上的尤里安 默默把脸埋进沙子里 微风吹散了她的低声抽泣 故事讲完了 但萧新宇和上官兰都清楚 欧利克斯讲的不是全部 又或者说 欧利克斯所知道的一切 也不见得是完整的真相 关于创生之著 欧利克斯没有多言女帝 放过爱玲 我答应过妻子 要保护好她唯一的妹妹 欧利克斯 你求她干什么 让她杀了我 你还是个男人吗 窝囊死了 你不配当我姐夫 刘里安扯着嗓子嘶吼 每一滴泪水 都蕴含着复杂的情愫 能在这个时代 留下足迹的大人物 不论正邪好坏 谁没有自己的故事 谁不是故事的主角 上官兰握紧右拳 麒麟纹身覆盖手臂 欧利克斯 你讲的故事很动听 但并不能说服 不杀这个巫族惨党 萧新宇支持上官兰的态度 只因犹利安只要活着 那就是一个潜在威胁 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斩草除根 王者法则 女帝 如果我用最大的诚意 换她的性命呢 什么诚意 我会解除与创生之助的血气 拱手相让 只求留下爱玲的性命 上官兰和萧新宇都愣住了 这个男人 为了小姨子 要送出断龙纸 第904章 断龙纸 神龙锁 阵龙碑 无尽沙漠 风停滞了 粘稠的空气凝固一团 让人呼吸窘困 欧利克斯做出的决定 超出上官兰的意料 尤利安眼神木认 被龙王须捆绑束缚的身躯 不停抽搐 双手死死抓住冰冷的流沙 萧新宇也恍惚了许久 但经过深思 他似乎读懂了 眼前这位看似卑微的御寿弟 对于欧利克斯来说 送出创生之助 是这道题唯一的解法 如今真相大白 冰龄族就是 巫族残党斯加蒂 和尤利安姐妹创立的种族 倘若上官兰 执意对巫族残党赶尽杀绝 那他应该杀掉血过一半的人 包括斯加蒂的丈夫 儿子 也就是欧利克斯和兰颖 这些人都跟巫族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直接一点来讲 那就是两国公开对战 这意味着撕毁四国免战协议 这意味着刚有起色的四连破魔军 就此瓦解 人族继续勾心斗角 继续爆发内战 给尼德霍格更多覆灭人族的机会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上官兰也清楚 但还不足以成为 不杀尤利安的理由 所以 欧利克斯做出了一个看似卑微 实则意义深远的决定 在肖心语和上官兰的注视下 欧利克斯解除与创生之柱的血气关系 尤利安握紧拳头 恨不得咬碎牙齿 低吼道 愚蠢 失去创生之柱 你根本不是上官兰的对手 血国会被龙国压制 欧利克斯轻轻摇头 脸上浮现无所谓的表情 爱玲 你的复仇之路 到此结束吧 不 你不要动我 你别用我姐姐的武器 欧利克斯也会巫术 毕竟她的妻子和尤利安一样 都是大巫神婆 一枚黑色的羽毛 钻进尤利安的鼻孔 她体内的巫族血脉 瞬间被某种力量抑制 鸡脚退化 肉意腐朽 骤印溃散 尤利安仿佛人间蒸发 只剩下无法使用巫术的 爱玲·欧利克斯 为什么 爱玲眼含热泪 心脏抽痛 因为 我答应过你姐姐 要保护好你 欧利克斯从爱玲腰间的锄带里 取出巫神法典 轻轻一推 在风系巫术的吹拂下 还有 从现在开始 我脑海里不知道 什么是巫族神女 上官潜这个名字 我只认她是龙国公主 欧利克斯拿出了所有的诚意 等待上官兰的回复 如果上官兰做一个利益至上的人 她大可以邪恶一些 略微出手 就能杀掉失去创生之助的 欧利克斯和禁锢巫族血脉的尤利安 但有些事 一个杀字 无法解决问题 这是人族公主伊娜 用生命为人类书写的真理 一阵沉默后 上官兰看向一旁的永夜君王 年轻的时候 只要拿不定主意 她喜欢跟萧烈焰商量 如今萧烈焰失踪未归 她的身边只有永夜君王 兰 依我看 欧利克斯给出的诚意 确实是这道题的最优解 退一万步讲 欧利克斯与创生之助解除血气 我们御龙师没有后顾之忧 血国举国之力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所以 上官兰点点头 抬眸看向神情憔悴的欧利克斯 好 我接受你的诚意 今夜发生的一切 我可以忘记 尤利安已经死了 你带着爱玲 走吧 女爹 谢谢你 上官兰意念涌动 龙王虚回到手中 欧利克斯扶起伤痕累累的爱玲 每等爱玲发飙 欧利克斯笑了笑 这笑容看起来勉强而又惨淡 我们回家吧 爱玲欲言又止 靠在欧利克斯的怀里 泪水犹如泉涌 这一刻 她自己也迷茫了 这些年追求的复仇 真的是为了整个巫族吗 姐姐 我好想你 煞时 异象陡声 风云突变 雷光大作 矗立沙漠中央的创生之柱 表面莫名其妙 滋生大量裂纹 这欲试断龙指的真容即将面世 欧利克斯 这是怎么回事 女爹 我不清楚 关于创生之柱 与我妻子有关 欧利克斯还没说完 创生之柱剧烈震荡 表面的岩层全部脱落 产生一股吞天势地的龙之力波动 永夜君王 你怎么样 上官兰侧目看去 身旁的永夜君王状态不对 身体蜷缩 喘息越来越沉重 黑袍之下 萧新宇的手腕上 缠绕着神龙锁 此时神龙锁产生特殊反应 持续发烫 将萧新宇的手腕烫烂一层皮 沙马帝国 皇室宫廷 床上熟睡的艾拉 突然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里 黑云缭绕 泼泼一样模糊抽象的彩色龙影 若隐若现突然间 一座镌刻着龙纹图腾的石碑 从天而降 镇压万古 龙王大人 艾拉猛然惊醒 浑身冷汗 喊出一声 他从未使用过的词汇 王楚大人 您没事吧 做噩梦了 快去给王楚大人倒杯热水 侍女们开始忙碌 生怕没有伺候好 这位未来的御寿弟 无尽沙漠 上官兰抬起头 只见创生之柱产生爆炸 一根龙的手指 悬浮半空 锋利的指尖 指向苍天 在这个时间节点 断龙指 神龙锁 镇龙碑 同时出现 产生龙王共鸣 他们是梦寐龙王的三神器